我们终于拿到了 之前我们就有post过一个video 关于我们的整个过程 就是15天才做到我们的submission 就是又跑了印尼大使馆 又跑了外交部 又跑了JPN 就是重复做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的document不好 然后没有一个很清楚的guide 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 经过那十多天的时间 眼望上来上下 今天8月16日 我们终于拿到我们的结婚证明书了 好 所以因为之前有很多人问我们 叫我们做一则 可以讲解整个过程 所以我们今天趁这个 今天时间的空 我们就来做一个video 给他跟大家分享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郡武 Vince 然后 我来自印尼的贵林 好 所以我们就来跟你们分享这个整个过程 OK 在马来西亚这里 你需要做的东西是 第一件事 你要拿到的是单身证明书 单身证明书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去到Putra Jaya的JPN 其实拿一个JPN就可以了 但是在Putra Jaya是可以当天直接拿到 你去到Putra Jaya的JPN 接下来 你去找那个宣试官 去宣试讲证明你是单身的 然后记得你的content一定要写 你是单身for什么purpose for跟谁结婚啊 那些purpose一定要写出来 然后接下来 你就排队去JPN那边 跟他讲你要申请这个单身证明书 然后整个process 它的价钱是5块钱 OK 然后过后在当天 你就可以拿了单身证明书 很多人就是拿了单身证明书过后 就匆忙忙 就跑去大使馆 错 你需要去到外交部 你需要去到Visma Putra 去拿一个chop 一个chop 那个chop是10块钱 拿了那个chop过后 然后你才可以attach to 印尼应该要准备的document 才可以去summit去JPN 那么印尼的document 那么我就有愧地跟你们分享 印尼的话 这里就是要去申请你们的单身证明书 你们可以去你们的village officer 还是我们叫的elte away那里就是申请 你们就说你们是要拿去结婚的 然后呢他们就会跟你们出一封信 那封信就是单身证明 但是那封信呢 你还是要交给一个政府部门叫lura 你跟lura讲了过后 你的要求就是你要拿去马来西亚结婚 然后呢那里他就是会提供给你N1N2N3跟N4 那些信件呢你需要填写 你填写了过后呢 他们才会拿去另外一边的政府部门 拿去做这份证明 但是你要拿去做这份证明 另外呢你要带一些证件 你的证件比如说你的出生证啊 然后呢Family Card啊 Family Card我们叫Kaka 还有你的ID Card ID或者是IC 或者我们叫KTP Katepe 然后呢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们顺便有一张照片 就是你们自己单身的照片 他的背景是蓝色的 就是去申请这些证件 然后呢如果那些证件全都已经 complete了过后呢 你就可以拿去马来西亚那里去做 就是去KL 你就直接去KL那里呢 KL那里是 MNC是吗 对KL 印尼大使馆 印尼大使馆 你就去那里去申请 就是说你们是要负责结婚的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要把所有的文件 整理的比较complete的话 我觉得建议你去 Jagata会比较好 因为他有一些证件 他那里就是会提供 他把那些证件就是 会贴上一些sticker 那些sticker 他如果你有的话 印尼大使馆 KL的印尼大使馆 他就会帮你盖一张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就要另外去Johor那里去做这些证件 他才会帮你盖账 盖账过后呢 你还要去Wismal Putra 每一个盖账的话 要10块钱 20 20块钱 20块钱 一个盖账 他是按盖账来换 你每一个证件都要拿去盖账 比如说你的 你还有photo set 你的IC需要photo set 你的family card需要photo set 然后你的单身证明 就是印尼出的单身证明需要photo set 还有就是你的LURA出的那封信 因为它有M1,M2,M3,M4 你的M1内装就是有你的照片的那一张的 需要photo set photo set的那些资料的 都拿去Wismal Putra 盖账 每一张都需要盖账 盖完账过后呢 我们才拿去JPN OK 所以简直来讲 我这边的建议 经过我们那时候 沿网跑的路 我发现 第一个你应该去你的区 比如你的IC 你是什么州的 比如我是Malu加州的 那么我应该先 就算拿了单身这名书 去了Wismal Putra 首先 当一年的Document拿到过后 对不对 或者是before 你可以去到你的区域的JPN 先问 我想跟我的新娘 或者是新郎是谁 然后问他什么Document是需要的 因为最后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讲呢 不要去问朋友 因为最后收信 收文件的是那个JPN 你应该先问JPN 然后如果像刚才 慧琳有说的 你们没办法在Jakarta拿到JPN 其实在JP的 这个印尼大使馆 是可以帮你Settle这个的 所以当你JPN那边 问好了这些文件是需要的 这样子你就把整个东西 带去 Either是Jakarta那边chop 或者是带去 过来马来西亚的JP的 那个印尼大使馆chop chop了够后 make sure这些东西都可以了 对不对 而且是JPN是allow的 就让JPN需要的这些东西都做了 很好 接下来 你就要去到KL的Wispa Putragy Shop 像刚才慧琳讲的 就是每个shop有20块 整个listing要非常清楚 而且像有些区 像马楼甲 它要求的 那个复印是要有颜色的 那之前在JP的话呢 它不需要颜色 对 所以是有不同的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你们去JPN 问 问了过后 那些Document complete了 没办法去讲Kata 就去JP 这个东西我讲这样多次 是因为非常重要 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可能向我们的冤枉就跑了 十多天 会花时间 对 非常花时间 所以当你有整这个process 过后 你交去JPN的时候 对不对 还有你需要准备男跟女 准备你们的passport size的照片 是在贴上那个registration form 然后当天如果你的Document complete了 他会点一个registration form 你就当场填那个registration form 然后粘上你的照片 然后就训练 然后训练 然后训练的时候 基本上 他会问你 你几时要注册 就直接在system and register 几时要注册了 所以也是要看 像 比如那时候 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单身证明书 是valid 150天 但是在印尼呢 60天 对 所以你在60天里面 你就必须得处理掉你的注册在什么时候 就是不可以超过60天 如果你超过60天的话 你要从头做过 而且 这60天是从信件出的那一天开始 不是从你交的开始 所以是你要看这个Date 当然我相信 当你们submit成功了 已经approved过了 你们会快快的去结婚注册 所以他整个process就是这样子 当你submit成功了 你还会给你Date 有Date了过后 你再做这件事 然后 当submission的时候是不用钱 但是 比如这样 我们拿了Date了过后 我们现在来注册 对不对 基本上他就有还 他需要还一个30块 30块 你准备卡 来给他PayWave 或者是Tag 等等 总之是会Tag 30块 我们就排队 排队后 也是需要去查一些Document 查了Document 然后 见证人的签名 还有 一定要带你们的IC 还有 比如 Passport 对 而且见证人 像我们的父母 或者朋友 见证人 都需要带他的Passport 或者是IC 到场 然后 然后 经过整个submission 过后 去整个process 最后 你就会 拿到这两张 就是 男的一张 女的一张 整个process 那我相信 这个video 你们我看完的话 你们应该会得到很多 好料的原本 还有要补充一点的东西 就是 我这一个呢 有一部分是通过agent来说 就是印尼的agent 其实我不推荐 我用的是哪一个agent 因为我这个agent 搞到我需要花两倍的价格 就是两次的费用 然后我觉得 如果说你们要找agent的话 你们自己可以去找 他就是可以帮你们处理 外国结婚的一些质倦 比较好 我这里的话 不是很多认识 然后呢 我也不推荐我用的那一个 但是 有另外一点的话 如果你们 你们没有用agent 你们是可以自己做 但是比较花时间 因为时间就是花在 你们要去加卡达的 印尼大使馆去处理这些文件 就是要拿到tastic 然后拿去KL的大使馆去 盖章签名 然后呢 如果说你们拿到这个过后呢 如果 因为现在印尼有另外一个新的law 它的law就是 你们必须得去 我们印尼这里 就是政府部门那里的医院呢 去做身体健康 拿到这些 身体检查 身体检查 拿到这个身体检查过后呢 你拿到这个sert 这个sert 你还需要拿去 我们是佛教嘛 你就必须拿到佛堂那里呢 去证明 还有你们必须得去做 印尼这里的结婚证 按照佛堂那里的规矩 去做结婚证 你要在佛堂做结婚证之前 就是要举办 还要举办 一个小仪式 你还没举办这个小仪式之前呢 你还要去 我这个是在佛堂啦 我这个是在佛堂啦 佛堂是属里奥 里奥的话 你要去佛堂 去要一些证件 那些证件要回来过后 你才可以去佛堂 申请这些资料 还有申请这些仪式 他会出一封信给你过后呢 你才可以继续下一步的一些证件 好 所以主要补充呢 就是 就算是Agent 帮你做的Document 每一个格 每一个字你都要查清楚 我们就是因为生日期写错 所以变成 还了双倍的价钱 然后又时间 然后邮寄 快邮寄上来 全部都是费用 所以我们的今天告诉我们就是 就算拖给Agent做 你还是要每个都要去check check了过后 确保没有问题 你才过来submit 不然真的是白跑回账 本来我们这样的estimate 三到四天是可以settle的整个行程 之前我们就花了15天 所以希望这个整个视频 可以帮助正在寻找资讯的你们 希望 因为我们之前有发现过去小红书 去YouTube 去Google找 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给我们一个 这样的安全感 就是整个资料充足的 每个都是讲一半 不停一半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做这个video来去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顺顺利利一切的整个process都是顺利 不要像我们这样子拍周围的网络 但是今天我们争议也是成功了 所以希望这个video可以帮助你们 最后我是马来西亚的Vince 君吴 我们是来自印尼的慧林 好 所有什么东西可以在留言 Thank you 拜拜